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年6月被媒体揭发 他位于港岛山顶的居所有多处违建 梁振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私行的真相给公众一个交代 引发民众和媒体的不满 也影响到了政府的施政 这件事到底对梁振英有多大的冲击 对港府的施政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 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对此事来做进一步了解 海燕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整个事件的原委好吗 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就在梁振英今年7月1号准备就任特首的前一个多星期 香港的明报首先揭发梁振英在山顶的豪宅 有几处违规增建和改建的情况 随后其他的媒体也都纷纷的跟进 又揭发出更多的违建的情况 其实对许多中国的观众来说 可能这些事情不算什么大事情 像加盖一个玻璃的花棚 增建一个地下室 完了又砌一堵墙把密封起来 等等就这些情况 但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 重要的是领导人如何处理这些事情 首先这与2011年5月梁振英向媒体曾经公开的表示说 他非常确认山顶他的住宅没有建建物 就是伪建物的这个说法不一致 另外他还在竞选期间 同另外一位特首候选人唐英年的辩论时 拿唐英年他的住所出现的这个增建问题 或者改建问题说事 并指责唐英年缺乏诚信 那现在感觉他自己出现了问题了 他就开始找各种的理由为自己解脱 不向观众公众具体的说明情况或者是承认错误 在外界的各种的压力下 直到今年的10月23号 他才发表一个书面的声明 交代这个增建和改建问题 表示中间有误并且道歉 但是还有一些许多的推辞 除了坚决支持他的一些少数人以外 各界还是认为他应该是需要进一步的 交代这个问题的真相 东宁 好的 海燕事实上我们知道 梁振英他从7月1号上任之后 执政不是很顺 很多的香港民众上街去游行抗议 包括了国民教育科等等了 那么他这件事情对他本人的这个诚信危机 对他的执政是不是会造成进一步的影响呢 海燕 对 这个影响非常大 这件事情呢 这个梁振英他拖了有将近的半年 是没有妥善地处理好 应该是有重大的失误 以至于呢 目前他出席各种场合的活动 只要记者能够接触到他 都把他围得团团转 问他的唯一的问题呢 也就是他说大话 就香港人称他是大话精 就是撒谎啊 而且他问他什么时候向民众要交代清楚等等 这个包括上星期一 他和其他一些高官呢 出席就是政府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 与市民的这个咨询会 结果呢 这个会场外 会场内 都有近百的这个抗议者呢 抗议 举牌抗议 完了他这个整个咨询会呢 不断地被打断 中间有人喊口号啊 反对 还是有些抗议者呢 冲到这个讲台举牌抗议 另外呢 他上星期去海南参加一个叫范珠三角的发展论坛 香港记者呢 是一路跟随 就这个问题呢 穷追猛打 不放弃 而且呢 有好些这个特区政府的其他政官呢 在各种场合也被媒体呢 不断地问到这个问题 真的有些到了这个焦头烂合的程度 严重影响了这个政府的施政 不过最近有报告说呢 这个梁振仁本人 他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对政府施政的影响呢 他可能会在一个星期内呢 对这个问题呢 再次做出一个交代 海燕 除了您刚才所提到了民众的抗议 还有这个媒体的穷追猛打之位啊 像是泛民主派 或是亲北级的一些建制派人士 他们的说法和回应又是什么呢 海燕 对 刚才说的是媒体主要是 那现在这个香港的泛民主派呢 对梁振仁这个问题呢 也是一直紧咬不放 尤其是民阵的立法会议员 就是绰号长矛的梁国雄呢 他更是带着一般人马啊 在各种场合 只要有梁振仁出现 他就狙击梁振仁 就是就这个问题 对他进行抗议 另外呢这个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呢 下周三将提出对梁振仁的不信任案 同时呢泛民呢还计划 就这个星期天展开一个千人的岛梁游行 那更远一点的话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在筹划 在即将到来的元旦呢 也发动一个全港的倒梁全民大游行 最新的消息是呢 就今天的一个消息是 民主党的创党主席 前立法会议员 也是一个大律师 就是李柱明呢 他为长矛梁国雄准备在 一旦这个不信任案失利以后呢 提出弹劾梁振仁的这个议案呢 提供法律询询 以确保呢 这个提出来的弹劾案呢 能够符合基本法 另外呢 就是亲北京的建制派呢 也有很多人呢 要求梁振仁呢 能够尽快的 就这个事情提出 彻底的交代和说明 也有的议员呢 表示说可能会提出 另外的这个不信任案 也有一些人呢 可能私下表示呢 可能会支持泛民提出这个不信任案 最近呢 就像前立法会主席范徐立泰啊 还有新民党呢 这个田北俊议员 都要求梁振仁呢 能够以比如开记者会啊 或者到立法会 这个去说明这种方式呢 尽快的把这个问题呢 有一个了结 好的 我们知道针对这个梁振仁的诚信为基 北京的态度事实上也是蛮关键的 请海燕为我们介绍一下 到目前为止 北京方面的反应是如何 海燕 对到目前为止呢 北京一直 都是还是非常坚定的支持梁振仁 没有松动 在十八大之前期间 以及过后呢 凡是这个涉及港澳事务的官员呢 都在各种公开场合呢 表态 这个支持梁振仁 就是希望能够香港 尽快解决目前的各种问题 集中精力呢 解决这个民生问题 近一个星期呢 香港有多位的政府各顾问的局长呢 到北京去访问 他们向外界传递的这个信息呢 也是说北京继续支持梁振仁 不过呢 上星期呢 有一个报道说呢 很有意思 就是中联办的调研人员 曾接触泛民主派的一些人士呢 就了解情况 据透露呢 就是北京目前最担心的 就是梁振英 这个居所 违规建筑呢 这件事是不是会承担刑事责任 一旦如此呢 那这件事对这个港府和北京 都将是一个令人非常难看 和棘手的问题 中年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 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浏览更多海燕从香港 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